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鄧醫師好久不見了 因為鄧醫師越來越忙 越來越熱門 總是邀不到 那這個好不容易邀到 只是因為他要打輸 好 這個鄧醫師的新書 非常關係 鄧醫師的書都非常好看 裡面充滿了人際關係上的哲理 謝謝鄧大哥 這個是哪個出版社 平安文化 平安文化 是 OK OK 好 那我們今天主題是媳婦的內衣 有一位女網友說 她自己每半年就固定淘汰內衣 但每一次丟到垃圾桶的內衣 隔天都會出現在曬衣場 為什麼呢 因為婆婆又把他撿回來洗一洗 之後再拿去送人 因為他覺得說這樣太討厭 那這個女網友請老公跟婆婆溝通 婆婆卻歇斯底里的大罵這個 他兒子 你是日子過太爽了 不知道在睡眠了 那就覺得這樣子太討厭了 先請教一下三位女性好不好 對不對 這所謂的內衣是指胸罩 周老師 這個你都穿多久把它丟掉 對我來說 我的內衣差不多穿兩年啦 兩年 起碼要兩年以上啦 但是因為要看你的內衣是 很多還是很少 如果說你只有兩件替換的話 那就很快就要換 對 那就很快就要換 那因為我每次我只要買內衣 一定起碼買半檔 半檔 就是六件 所以六件再替換 你很少會去洗到它 就不會那麼快就洗換 是 所以說我差不多是兩年才會換的 了解 那Vivi呢 我就是看它的狀況不一定 沒有一個時間 也許兩個月看起來不太好了 結果會換掉 有些是兩年對不對 OK 那鄧醫師呢 以前是半年 現在搞不太清楚 因為以前半年的時候 它可能支撐力 或是什麼穿起來 就會覺得有差 可是現在反正也不在乎了 所以可能會賣上 賣上兩年或三年吧 什麼叫做現在已經不在乎了 就是現在就沒有那麼 計較它的一些功能這樣子 只是為了舒服而已 對不對 請不要take那裡好嗎 就是比較沒有在意什麼 例如說形狀啊 或什麼這些 它就時間會拖長 因為你是這個 這方面的專家 那為什麼以前在乎 現在不在乎了 你說以前在乎 在乎形狀啊 什麼啊 現在只在乎舒服啊 我說的也是喔 應該就是以前覺得自己 比較在意外在吧 那現在就是比較有自信吧 自己比較有內涵這樣子 不是啊 就比較沒有空 不是 就怎麼努力都沒有差 那就會慢慢的放棄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我覺得這個女性的心理 我們不是很了解啦 我覺得人隨著年紀的改變 心態真的也會改變 那如果你丟掉的內衣 被人家拿去洗一洗再穿 你會不舒服嗎 我不行 我沒辦法接受 為什麼 奇怪 就奇怪 會有一些 奇怪的想像這樣子 事實上丟掉了 後來還是被 只是你不知道 還是被人家拿去穿 就不要知道 不要知道 對 那周老師你的 讓人家拿去穿可以嗎 通常我不要的內衣 我不會馬上丟掉 我會收集在一起 那收集在一起 我丟掉是一次丟掉 那我一定會用那個垃圾袋 整個我會丟垃圾 就是丟垃圾車 直接走 所以我們知道說 它是渾燒掉 對 因為我覺得 我也是跟鄧醫師一樣 我也覺得是沒辦法接受說 人家來 求外來什麼 又去穿 我覺得那個有一種被侵害的感覺 我不知道 被侵犯了 對 那個感覺就是非常不理想 就覺得會很噁心的感覺 就是那個感覺 因為畢竟那還是比較貼身的衣物 但是貼身的衣物 我就覺得我是沒辦法接受說 人家又去穿了 了解 那Vivy呢 我也沒有辦法接受 對 因為而且我會覺得 減的人也很奇怪 他尺寸又不一定跟我是一樣的 他為什麼要穿我穿過我內衣 他們會去找一個尺寸差不多的 你要確定說 他是這個尺寸的 然後才送給他 不是 如果 如果F怎麼可能穿得下什麼 V什麼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接受說 我自己的就是貼身衣物 然後被另一個人穿 而且我覺得甚至是 有時候我們自己丟棄 不一定是內衣褲 有的時候 你可能連自己的衣服 如果你是拿去捐就算 如果你是已經丟到垃圾桶 又被翻出來 然後被拿到穿身上 你也會覺得奇怪 所以我覺得這已經不是在於 是不是貼身衣物的關係 而是那個東西 在你的觀念裡面 它是要被丟棄的 可是他沒有經過同意 他如果說我在丟的時候 有人說 這看起來還好 你可不可以給我 對 我就覺得可以接受 對 但是沒有 我如果已經丟到 它翻出來 然後拿去 我就會覺得 不管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還會覺得很奇怪 那如果賣機 用三倍的價錢給你買 你要不要買 至少要十倍 十倍你賣嗎 十倍的話我可以考慮賣 你不賣 對 真的很多那種 網紅 網美都會賣那種 原味的貼身衣物 對 對啊 然後就是 會要求說要餐幾天 才能夠賣那一種 對 因為要有它的味道對不對 對 我以前在日本代團 阿姨歐巴桑付錢的時候 逛街 他們都把錢藏在內衣裡面 一抽出來給我 都有點牛奶的味道 真的 真實故事 不要懷疑了 這是真實 我要跟你講 我們是八點的節目 所以我只是敘述一個 海外購物的過程 好 那再請教一下張老師 那男性呢 就是說你穿過的內褲 對 那你丟掉了 那有人再拿去洗一洗 然後給別人穿 你OK嗎 如果以宗教角度的話 怕別人做法 當然會有不安全感 會不談做法 我想不是做法 那我穿過的內褲 給別的男生穿 我會覺得蠻噁的 但是送給心愛的女生 他說留一件壓在枕頭下面 我覺得洗一洗 我覺得還OK喔 那如果說婚前女朋友 他送他的內衣或內衣服給我 你要想我 放在枕頭下面 那個也OK喔 OK喔 當然看對象長得怎麼樣 也是個關鍵 那包我的內褲給別的男生穿 那我覺得會有被侵害的感覺 那為什麼女生把你放在 把他放在你的內褲 放在枕頭下 你是覺得OK的 代表是他一種想念你 或一種情緒的轉達 或是獨物思琴 獨物思琴 對 看到男朋友的內褲 乾淨的還蠻好的 那內褲分很多種 男生的 傳統以前是子彈型的 那時候還買 還覺得不錯 現在穿的就老派了 然後後來就改成四角的 四角分為緊的跟鬆的 那太緊的話 有時候流汗 濕氣 濕疹也不行 後來改成穿鬆的 鬆的要一點圖案 花花的可愛 隨著時代的不一樣 我的內褲還一直在跟著改變 這樣子 是 賣雞呢 賣雞穿C字褲吧 沒有 我 C字褲 沒有 我覺得我的想法不一樣 我是真的幾年前 就是經濟狀況比較不好的時候 是真的就是會賣原味內褲 賣 而且我還不知道這個商機是有人要跟我買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要怎麼訂價 然後我還真的有訂價 譬如說盜版的名牌內褲多少錢 然後如果是正版的多少錢 那寬的話可能會比較便宜 然後如果比較貴 真的就會有人跟我買 你給他賣 我說真的 而且我那時候在擺市集 還有就是兩個女生專程 從嘉義來到高雄去 我那時候在高雄擺 他來高雄找我 然後就要跟我買我原味內褲 然後就說他為我當天穿的那件 那我就說OKOK這樣 他那時候我就說那我去換給你 他還跟我說等一下 那我可以先確認一下 因為怕我拿新的給他 我還真的給他看 現在是這件 然後進去換給他 然後後來上車的時候 他還跟我說 他已經收到了 他就是已經回家路上了 然後跟我說謝謝這樣子 那賣多少錢 我那件好像賣五百塊而已 一件五百 因為那件是那個是Net買的 就是那種比較平價的 對啊 你穿過的 一整天下來這樣 不准洗 他說不能洗 對啊 有客人買到的時候就說 為什麼覺得我的內褲有珍珠奶茶的味道 就覺得好特別喔 怎麼會這樣 可是真的 我還賣過半年有 那為什麼有什麼好 這個好看 你不要把我跟他講 我真的 我覺得 那客人是不是鄧醫師的客戶 是女生 你們覺得麥姬在講真話的請舉手 真的 有四個女生會固定買 其實最近有二十個女生來跟我買 你不要炒熱 我買的 我是收針台 真的啊 有一個還一支也加人 網路上有女生跟你買 對啊 他那時候還來網路 我說還有沒有在賣原味內褲這樣子 有一個真的是直接買到三件 就是可能兩三個禮拜或是一個月買一次 對啊 哇那所以原味的標準叫做穿一天 不行 原味的就是你可能要丟洗衣機 你就不能洗 這什麼話題 就是你當天玩的話你就不能丟洗衣機 你就要包起來放到那個夾電袋了 還要冰嗎 不用冰 然後那時候都很怕就是沾到尿汁 會不好意思 所以都會認真地甩乾淨這樣子 就是很怕那個到時候要收到 那味道太重有沒有 很不好意思 我拜託你 你說得稍微有畫面 好不好意思